中奥商学院 情况说清楚 你是今年毕业 没有我今年刚读的MBA 刚读的MBA 对我上学的时间是 一般一三五或者二四六的晚上 或者星期六的早上 所以可以找全职工作对不对 对对可以找全职工作 在之前有过什么工作经历吗 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 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 是一个餐饮餐饮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失败了 原因是 当时定位不准 因为我的父亲之前 有过一个酒楼 所以我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错误 把它装修的是一个那个大堂 并且是复利弹簧的那个样子 但是我当时就没有考虑到 作为周围写字楼的 这个一般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们是比较喜欢在一些 比较封闭的小包间 或者是有隔离 而且你看到那么复利弹簧 我们没钱就不去了 对对对 赔了多少 赔了一百多万 垮掉了那酒楼 接下来在本科毕业之后 又干过什么 本科毕业之后 我在大三毕业的时候 因为学校就要求我们出去实习 所以我是到的那个物流公司 去实习的 然后还去过一个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你的工作是 两个都是经理的助理 因为那个经理是我 父亲的朋友 然后在09年的时候 我自己又开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 又开了一家公司 对 现在还在吗 现在还在运营这家公司 但是因为我要来北京 所以来之前我把我的股份 转给了我的合作伙伴 然后我就来北京 新的公司大概一年能赔多少 新的公司大概开了一年半 从十万到了一百一百一十几万 那还不错嘛 还好 经营的不错 你现在找的工作是什么 目前我比较感兴趣的是 影视传媒类的 影视传媒类的 对 影视传媒类的哪部分 那市场营销 比如说要拍一个电影了 可能前期需要有人去综合 去综合一些事情 综合什么事情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对这个 我之前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 任何的这个 就是好奇想要进入这个行业 因为我周围有 有很多朋友是做这个行业的 所以我觉得我挺感兴趣的 你很自信 你超自信 我给你一个建议 因为你无任何传媒公司 市场营销的经验 我建议你选择一个其他的 他需要很多文字功底 需要你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历练和精力 去投入到之前的电影分析 还有你有一些人脉关系 才能做这件事情 你的意思 这其实是一个蛮专业的领域 特别专业 那我问问题吧 一个十万的企业文化传媒公司 很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内 资产值变成了一百万 我觉得很 不是资产 他说的是销售额 没有没有资产 资产 你怎么评估文化传媒公司的资产 你再等我 你先 你这个 你这个 我还没有问完 你就抢过去 很讨厌 这个问题很关键 你你说 别因为其他的人让你生气 来 我一定要说一句 什么叫文化传媒公司的资产 惠普来说你的问题 我就问一问题 就觉得实际 我挺崇拜经商的人 自己27岁 那既然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明不白地 走到这个舞台上了 而且你做的文化公司 其实跟美霞那有相容的地方 自己做也能懂吗 为什么要跑到另外一家企业里面 搞一个莫名其妙的管理职位呢 我来北京首先是因为爱情的关系 因为我男朋友是北京人 所以我只能选择来北京 然后我离开之前的公司 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在北京 现在不是有 这个没有显示清楚问题 你有一个公司 对吧 这公司现在挣着钱的吧 你这文化公司做什么吧 一块是婚礼策划 一块是会议策划 婚礼策划和会议策划 你可以把你那个文化公司 挪到北京来接着干 因为在北京要自己开一个公司 很难 因为我在云南的话 有自己的人脉关系网络 而且我的合作伙伴是云南电视台的 就是说它有很强的这种关系网络 可以拉到那些会议 这些单是来自于一些特殊的关系 OK 你告诉我你怎么策划的 其实惠博你不用问怎么策划 它是凭关系拿到的单 没错 它不是凭方案的创新性 你去拿单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稍等一下各位 我知道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 下一环节会继续问 就是唐薇现在给大家的印象 回答的方式 以及他刚才说的以前的工作履历 你们认为 他可以继续 还是离开 12位 请选择 谢谢你们 少见啊 既然都没走 就直接向大家展示 天生我有才 段东先来 他的回答里边 始终在找借口 那么其实你在几年的 这个创业经历里边 很多的这个单子都是靠关系 但是你始终没有一个总结 也就是说我自己到底在这里面学到了什么东西 很多都是找了一些很多客观原因 但是呢 如果你进入这个公司里边呢 我很担心说 你是不是在这里面拿我这个团队做实验 没错没错 搞砸了怎么办 那么你在这个方面 你在创业的三年经历里面到底学到了哪些东西 你在未来给我企业带来的价值是 好问题 段东 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真的去克服一个困难 我曾经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这个挫折 令我非常的深刻 第一次呢是我参与了我父亲的一个投资 这个投资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落千丈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曾经我一个人完成了一整个团队完成的工作 当时是这样的 我们在同一天接到了一个很大的会议和一个很大的婚礼 然后我们团队的人手不够 当时团队的人觉得我可以一个人胜任一边 然后他们所有人就去了另外一边 所以当天我一个人一整天一边在很忙很忙的做一些很杂的事情 就是我完全不是一个统筹 我甚至给人家端端茶倒水 然后给那个新郎的哥哥去 他睡着了在沙发上去给他盖衣服 我觉得太难了 我一个人面对几十个人同时在对我指责 我当时就想就想跑 因为这就是你 能听到说吗 沐延你别老巧话了 你的团队把你甩下了 去做另外一个项目 把你一个人留在那 我觉得现在我在想 这就是你用了一年半心血去领导的一个企业 让所有员工气你而去 让你一个人 就在你的管理和领导下 让这些人去管理另外一件事 你自己甚至要去给别人盖衣服 这就是你领导的那个团队和企业 可能我给人的感觉 我知道 这是很悲催的一个现场 你学到的是什么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 真的就是永远不要放弃 怎么样去做 或者说 换句话说 我跟美霞在私下里 就刚才聊了一下 就说觉得你是不是有能力 后来我总结了一个故事 说你家里条件好 上来给你一百多万 去盟好友 美霞 开个餐馆 不到一年倒闭了 然后呢 家里有些关系 自己有些关系 然后呢 去接单做活动 然后呢 做了一些活动 然后又不会安排人 你们刚刚听我的这个简历当中就会发现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奋斗 就是没有 所以当时 我是觉得 其实不用强调 是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你二十七岁 我 我们应该属于同龄人 我也是一个人在奋斗 我的企业有八十多个人 不要给自己有什么样的借口 我觉得人 首先你第一个 你是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很重要 很多时候不用把自己包装的过分的强势 这样的话其实会混淆跟错误的引导老板对你关注的焦点 其实你到这个舞台上 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希望来做跳板的 还是说你背后真正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大家问这么多问题 最后最后最关心的就是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我来到这个舞台上 真的是来想找一份工作 并且我希望这份工作有前途 我可以发展 比如你给我一个项目 我现在真的 我可以说我没有能力去完成 但是我可以学习怎么样去完成 然后将来能够独立地去完成 我们全台培训机构了 来吧 十二位 你们决定让唐薇继续还是离开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为唐薇亮着 就意味着主动权将转移到唐薇的手上 请选择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为唐薇亮着 就意味着主动权将转移到唐薇的手上 请选择 哇 你的命运真是大起大落 我三家公司留了仗 我来跟你说 这三家企业 第一家 斯凯乐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博士团新成人增华 斯坦乐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自主创业的他 嫌疑成为户外用品行业的领军人物 负责云南市场的拓展 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你 他刚来北京 他为了爱情来到北京 你又给人一杆子给遮云南去了 可以来往返于云南和北京之间 是一家园 我说句心里话 我觉得你是没有做好1.0难度动作 我就直接做3.0了 然后不断的失败 爬起来还想继续做3.0的 我们回来 先做1.0的 是什么 市场主管 市场主管是干嘛呢 你以前不是做会议策划和婚庆策划的吗 我们现在市计家园每年有大型的 在各地举行的集体婚礼 我们需要有这方面经验的人 也是从基层做起 都是1.0系数的问题 不是管理问题 他们那个集体婚礼一年就办一次哦 我们一年在全国不同的地方 要办十场竞争婚礼 属于竞争对手的恶意工具 你就可以屏蔽它 你看到过往基本上一年一处 好了好了可以了 市计家园提供的工作知道了 做市场的 主要是大的活动策划 来我们听一下五八同程 那个我们其实有三个事业部的职位 可以提供给你 但是呢 它都是销售支持的岗位 所有的文档管理 它的计划管理 包括它的项目跟进 销售市场的助理 所以段东这也是一个满基层的岗位 对不对 我觉得你刚才所表述的这个经验里边 其实你无法去带领一个团队的 好的 就是这么三份工作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一家灯灭掉 谢谢你 一家是斯凯乐 一家是五八同程 你现在要跟这两家企业 谈前不上感情 谈会是这样 斯凯乐如果是做拓展的 区域拓展的话呢 我们的底薪是四千 然后呢 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提成 四千是税前还是税后的 那个税后的 税后的是吗 你是税后的 四千 哇 第一家企业上来提供税后的 不错 开辟了新的事业 来段总 基金呢 是三千块钱 奖金是根据 部门业绩的达成 你个人业绩的达成 所以说呢 这个工资加起来 大概在 四千到四千五的样子 就是初步的 这个规模 四千 税前税后 四千五 也不用问了 税前的 税前的 我们都税前的 大主意已经有了 其实 对 好吧 数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斯凯乐 还是五八同程 或者谢谢再见 思考 我也想好了 思凯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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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